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次和大家一起大踢爆 大揭秘 究竟最近在全世界各地 都出現了一些食物安全事件 在國際新聞也提及過的正路院造假之外 更加有知名品牌 中產水 中產水 喝完以為自己富貴富豪有錢人 知名品牌Perrier 那些也出現了問題 更加有些人喝咖啡 喜歡品味咖啡 喝到你死了 究竟在我們世界日常生活當中 吃的東西是否真的呢? 究竟我們買的東西這麼貴 是否真的給我那東西呢? 我們一起和大家大揭秘一下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一下 下一個人就說是真的嗎? 這次不是只是某一個地方 是全世界各地 你以為外國的月亮特別圓嗎? 又不是 世界都有造假的 你以為只有理晓造假嗎? 對嗎? 逢雙必姦這個道理 真是說得很臭 可惜有些人都遺忘了 防人之生不可無 首先跟大家說一下 這宗新聞其實在國際新聞的時候 有提及過的 就是日本的正路院 你不要搞錯 是極東製造的正路院 這個整腸衛藥正路院 就出現了造假 他這個造假 離譜到極致 就是怎樣呢? 就說他那個試驗結果 藥品試驗結果 刪改了三十年 原來這個藥是有問題的 我們都不知道 究竟他修改了什麼數據呢? 令到我們蒙在鼓裡 一起和大家看看 繼紅谷之後 這個極東製藥公司 因為生產成份不足 正路院的數據造假 現在被當地揭發了出來 當然了 他還沒有紅谷的事件那麼嚴重 但是也引起大家的關注 因為你始終造假 你隱瞞了什麼出來呢? 根據日本媒體報導 雖然目前還沒有接獲 庫山縣有民眾健康受損 但是庫山縣政府 仍然對極東這間藥廠 發出停業命令 到四月尾為止 在四月起生效 在四月起生效 就說會停祭藥23日 停止販賣藥物22日 這個正路院的藥物 其實很多公司都有做的 這間叫極東 不要搞錯 為什麼呢? 因為原來 他製造這個正路院當中 裡面有一些成份 可能是1234567 這些不同的東西 混在一起 但是他們的試驗結果出來 某一種成份 根據標準是少了的 但是少了之餘 他們仍然照給他賣出去 他們就修改這個試驗報告 這種手法是極度惡劣的 你想著靠他有用 那些肚子 那時候我們聽過的 很N年前的 若干年前 我孩子經常都有 什麼BB肚子餓 烤賴消化不亂 禁毫相奉 夜睡不令神經緊張 你說去吃那些藥 對吧? 原來你沒有材料 原來 我以為你有某些成份 可以幫到他 原來是吃糖 糟糕了 所以你買 但是有些人當他神那樣拜 有些人當他仙丹那樣吃 你吃完之後 最後原來白浪費錢 這件事件 極東方面發表聲明說 對相關人士深表協議 但是這件事也是很離譜的事 騙你 幾十元 雖然我不知道多少錢 我真的不知道 我不知道日本會不會去買這些整腸丸 又或者買不同的藥 其實很多人 無論香港人也好 國內也好 很多遊客都會故意去日本藥妝掃貨 又說這隻藥厲害 又說那隻藥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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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常說藥有三分毒 不要吃那麼多 但是不會說得聽的 但是這些事件 在濕嫖民紅谷之後 然後出現了整腸丸的風波 可能也會對於大家重新審視一下 日本現在方面究竟搞什麼 竟然想著去修改一些檢測報告 這樣蒙混過關 對於消費者來說 信心大打擊 除了這件事之外 另外也會說一件事件 很多人都喜歡喝兩杯咖啡 不是喝酒 有些人就說中產咖啡 好像身份的象徵 不喝 拿著杯咖啡 穿著西裝 左手插著袋 右手拿著杯咖啡 走出來 就像成功人士一樣 是吧 身份的象徵 但是跟你說 有時候有些意外就是意外的事 就是這樣來的 原來試過在西班牙 有位 航空公司職員 旅航公司職員 去了買咖啡 他喝了一口 下去的時候 咦 難以呼吸 出現過敏性憂客 還說 命都沒有 差點很危險 很噁心 由於他出現了嚴重過敏 馬上送到醫院搶救 他身體腫得媽媽都不認得 進入ICU36個小時 直至日前才出院 加實批評 有沒有搞錯 杯咖啡裡面這麼多重 嚴重危害公眾安全 我懷疑是職員疏忽 導致 已經向當局投訴 你說你在外國 香港沒有的 其實不是的 也試過有位港人 他說家裡有一部咖啡機 有些也是 幾千元買一部咖啡機回來 用一些膠囊 還有一些更厲害的 自己磨粉充 很過癮 又要押押押 又要掃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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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就是錢 收到你幾元 三十幾四十元 不在你面前刁龍刁鳳 你怎會覺得這杯是值的 你好像剪頭髮一樣 我六十元剪頭 和六百元剪頭 和六千元剪頭 有什麼分別呢? 專業 環境專業 師傅的剪頭 可能剪頭 剪頭 但你感覺上很厲害 刀髮如神 很細心 又有人服侍 又有飲品 當然是直煤票價 六條的那些 進去 然後拿一個吸頭機 和你吸頭 吸頭就走了 都是兩回事 當然 人就是這樣的 在這些消費層面上 你永遠覺得 我經常說這些是商家的陷阱 他去做一些廣告 去賣品牌 這個品牌的定位 究竟它的銷售層是對於什麼人 不是基層的 可能是中產的 比較消費得起 願意花錢的人 他打造一些 感覺上很高貴 記得嗎? 曾經說過 港女水 有些品牌 很貴的 那些礦泉水 在香港賣幾十元茶 不知道是不是喝完 曉飛天 那些港女水 有人說 也不知道是什麼 那麼特別 水喉水扭出來 煲完就是那些水 喝下去 不同的 不同就是那瓶超纸 不同就是那個瓶 就是這樣的 你試試 把其他水倒進去 倒進瓶裡 你喝得到嗎? 未必有分別 這次 離譜了 這瓶我沒有怎麼喝 因為我也不太喜歡喝 純粹口感問題 不是對品牌有偏見 你不要誤會 這瓶也有很多 中產 有錢人 用得起錢 我水有水不喝 我一定要喝他 就叫做Perrier Perrier被驗出有屎 裡面的水 屎水 屎水 你真是 讓你們當神敢拜 有的 可能有人會留言 我也不喝這些 但總會有人喝 法國政府近日 在礦泉水品牌 Perrier 使用一個儲水井 被驗出糞便細菌 你想想 他給你當時 喝吧 讓你中產 先加點糞便 很好喝 你變態 當然 這是幻想的 他的井裡是含糞菌 你想想 哇 給了你 你喝完之後 就糟糕了 法國政府方面 要求Perrier停用水井 公司更加燒毀二百萬瓶礦泉水 做這個預防措施 受污染的水井 位於法國南部加爾省尼姆區 韋爾熱之 燒毀的礦泉水 在三月頭到四月中生產 而Perrier沒有具體說到污染的情況 但保證市面的礦泉水安全 市民也可以放心消費 你放心嗎 其實我經常都說這些 所謂的食物安全 是不是真的有時候 基本上是智商稅呢 其實也是 試過再早前有一個報道 就是雪山水 礦泉水 天然水 港女水 喝完之後 他馬上很高級 很棒 可能我走到旁邊 只要你那些水 只是流料 只是水喉水 自我感覺良好 被人笑到面都王 有的 因為有些法國天然礦泉水品牌 被人踢爆了 竟然用水喉水 當作是礦泉水 最少有三分之一的品牌存在欺詐 你想想 你喝了多少白癡 喝了多少次白癡 你以為自己很聰明 以為自己很型 誰不知也是被人騙了 剛才那些品牌也有份 因為有法國媒體爆了這些資料 雀巢 這個跨國大集團 承認主要品牌 包括Perrier 又或者其他品牌 使用一些紫外線和活性炭過濾 處理水賣的 那用不著你賣給我 我家裡裝幾個濾濾就可以了 一個不夠力的 我就裝幾個 紫外線 我有 我魚缸正在用活性炭過濾器 我家裡有 魚缸的水 你喝吧 真的 我養魚的東西 都是靠這些東西去濾水 厲害 還有養菌 還有羊毛棉 還有生化棉 很多東西 很乾淨 你喝吧 他只是這樣而已 我不喝了 你也不敢喝了 他告訴你 抗泉水 就喝了 當神錦拜 所以這些事 所謂的天然抗泉水 理論上應該是地下水 但是他竟然以次充好 用濾濾水 就當靚水賣給你 其實根本是穩困實的 這些存在錯誤信息 隨時還要承受細菌 化學物質污染的風險 這樣喝 所以告訴大家 這些東西 真是 你真是三思有效後衡 其實 我們常生活當中 接觸很多東西 你以為是真的 其實都是假的 剛才所說的 都是很少很少的部分 如果你要放到很大去看 在全球 大概有1%的食品 全球1%很少 全世界 全世界的1%是很多的 而這些1%的食物是涉及詐騙的 也有些高級食物被稀釋 甚至乎魚木混珠 剛才我舉個例子 就是一些例子 一年造成廣安損失 是超過400億美金 自己計算的 即是你這樣白白花錢 都可以拿多少呢 隨時 輸錢或者跌錢是少 健康是大 試過在美國 藥點食物部門 有位資深經理說 幾千年來 橄欖油 經常做假 因為價值高 而且很受歡迎 橄欖油 又說健康又說什麼 CNBC的記者說 這些橄欖油 可能加了巴薩 胡蘿蔔素 也可能加了葉綠素 令顏色更綠 所以你能買到的 可能是比較便宜的油 他說這種欺騙消費者行為 絕不是個別例子 無論稀釋造假 或者用錯的食物標籤 都是所謂的食物詐騙 根據美國的統計 類似剛才所說的 這些例子的食物詐騙 影響全球1%的食物 絕大部分人來說 基本上大家每天都有機會 接觸到這些造假的食物 簡單來說 每10個有1個有問題 如果你去超市 想著買天然純正的東西 隨時會噴言到屬味 去扣手 好像很貴 跟著就買貴價給你 所以你不要想著 很高檔買得起 其實分分鐘你就就會被人 Pie 這些所謂的黑心食物詐 通常會用高價的 去賣給你 但其實用低價的商品 以便宜的商品在擔割 不是只是橄榄油的 香料也是的 我刚才说的这些东西 可能是平时在家里 偶尔中煮食物 下厨房 招呼亲朋戚友 有些有空享受 这么辛苦 赚钱回来就享受吃的 就是糟糕了 试过有美国的记者这么说 很热门的香料 辣椒粉、罗辣叶 不同品牌的香料都出现了造假 究竟我们吃的东西是不是真的呢 有个作者就这么说 任何颜色 橙色也好 啡色也好 可以磨碎的东西 都可能被假冒成为姜黄 另外 海鲜切到小小粒 看起来就好像很大 其实都是被人如目混珠 当一些高价的商品出售 举例 如果不是我们买新鲜鱼 也有机会买错 说到游水斑 洋斑 变成野山斑 海斑 有很多不同的 便宜的东西 之前那些什么雪鱼 变成柔鱼 什么也有的 还有就是用红鸟鱁鱼 我们平常吃的那些白玉鱼 其实那些也不是红鸟鱼 可能某些鱼 等于取代了给你 所以我们很容易乱洗冤枉钱 但另一个问题就是会导致我们身体出现了问题 这也可以告诉大家 很多商家为了利润赚多点钱 打造一个知名品牌 以为你相信过很高档的身份象征 其实原来吃了糞便你都不知道 真的啊! 所以有时候有些事情不要太多 好像是要人靠金庄那样 人靠衣装 你每次都要浪费 好像要消费得起其实不需要 吃口吃出来的东西都是一样的 最重要的是大家洗钱不要洗得冤枉 别以为很聪明 其实原来是猪头饼就无谓了 今天就说到这里 下一节再说 拜拜!